秋天是思念的季节 今年秋天和我一起定个思念的约定吧 记得我们有约 中间综合台 十月一日 每周六晚上十点 选战倒数计时 蓝绿世子大战 民进党是在普遍观感不佳的庞大压力之下 蔡英文终于开口针对放错世子的照片道歉 而现在民进党内也开始有人检讨 负责操作这一波文宣的吴乃仁 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出面道歉 甚至还想要再发起攻势 才会让蔡英文的声势下滑 党内两派人马还因此在中常会当中吵翻天了 最后是蔡英文自己决定要来道歉 被追着问水果月曆 邱一人沉默快闪进电梯 但躲不了的却是世子大战的角色扮演 主战鹰派包括无奈人 林喜耀邱一人都认为倒退是前进 不用道歉 但眼看民众观感越来越差 以谢长廷为首的鸽派 主张道歉才能止血 双方甚至在11月30号的中常会上 有一番争论 在内部讨论没有所谓的这种 谁的意见跟谁的意见不一样 这个没有 关起门来吵当然不能对外说 但是是非非已经盖过 凸显产销失衡的用心 在遗憾过后40个小时 蔡英文亲自决定 针对世子照片物质 我要道歉 对于文宣相片的物质 我愿意道歉 也要求竞选团队未来必须要更加谨慎 虽然蔡英文说了算愿意负责 但民进党内还是有人把矛头对准总干事 无奈人 中指挥洪志昆在脸书上开炮 文宣失误总干事第一时间就该道歉 无奈总干事太爱心羽毛 错失良机 我参与讨论的幕僚 也都同意主席的意见 所以就决定下午来召开记者会 就是这么简单 绿军擅长的歌喉战法 放在非典型蔡英文身上 明显水土不服 如何拉回小英战术 清理水果战场后的绿营 就看操盘手如何调整 中天新闻刘家伟林玉桥 特别报道